元宵绕境炮炸邯郸是台东元宵节的传统活动 去年受疫情影响首度停办 今天人原本要重启筹办 但是最近本土疫情就升温了 主办单位台东市天后宫和玄武堂 以防疫为重在24号宣布要取消 绕境和炸邯郸的活动 每逢元宵节一到台东市街道炮声隆隆 各地游客竞相抢看 绕境活动重头戏炮炸邯郸也 一瞻采气好运 不过今年民众想看也看不到了 去年受疫情影响台东首度取消 元宵绕境炮炸邯郸活动 今年原定重启筹办 却再次碰上新型变种病毒搅局 本土疫情升温 内中部宣布宗教团体停止办理集会活动 主办单位台东市天后宫及玄武堂 以防疫为重 24号宣布二度停办 出销应该会合理的啦 人家不担心不去传言不得了 我觉得是应该要取消啦 因为毕竟这个疫情还没有稳定啦 不要停聚啦 疫情之下台东元宵绕境炮炸邯郸活动 连续两年喊咖 已经准备就绪的鞭炮 人力及相关器材服装 费用损失除股破百万 但一切还是以防疫为重 健康为要 继续大会台东市报道